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唐欣 据中共新华社报导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18号带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富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中共高层 集体到中共党史展览馆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宣称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等 次日 习近平的亲信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及带队前往中共历史展览馆重温入党誓词 6月21日 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兼部长赵克志也带领公安部主要官员 前往在中共党史展览馆宣誓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同日 习近平的亲信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和重庆市长唐良智 等地方官员 也在重庆红颜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宁夏主席贤晖在当地举办宁夏革命文物陈列展览后 发誓保守党的秘密 永不叛党等 同样被归入亲席势力的赵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6月22日 折赋加薪讲党课 也带队重温入党誓词 发誓保守党的秘密 永不叛党等 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闭幕后的10月31日 习近平率队到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公开发誓后 这一举动成为中共党官公开向习近平表忠的方式 评论人郑中原在光传媒发文说 中共的这个宣誓其实就是发毒誓 因为如果不保守秘密 叛党的后果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死于非命 他说 当天官媒报导习近平带队发毒誓的新闻 画面显示 众人大多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 习要带党国大员发毒誓 警告永不叛党 否则不得好死 并非仅为应景 很可能是发现中共官员的忠诚出了问题 习近平上台后 强化回归马列意识形态 对中共党员和民众洗脑 但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数据显示 中共党员都纷纷暗中以化民退党 加上近年国内思想言论 新闻自由空间已经整数殆尽 许多体制内人士也感到无望 一有机会就出逃 最新的包括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前黑龙江沈基西市副市长李传良等 曾中原表示 世间万物有始终 生命会生老病死 中共是百年老党 今年迅速坠入寿终之期 别看当下还准备大搞庆祝 很可能就像北京鸟巢 将耗费巨资大放火焰一样 一时的灿烂过后 中共最终也难逃灰灰烟灭的命运 时政评论员张慧东在大纪元也发文说 本次中共高层集体高调亮相 与四年前中共高层在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相比 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 在今的中共高层们全部清朝出动 文章说 四年前参与的仅仅是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本次不仅扩大到在今的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且在北京的所有中共副国级等中共高层们也悉数出动 上述中共高层们最新动作表面上看来是中共建党百年庆的内容之一 但是 对比目前中共所处的国际孤立境地来看 加上近期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中共高官出逃美国的消息 此番大张旗鼓的重温入党誓词可以解读为 一是 集体绑架 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 二是 警告威胁中共高官及所有党员不得外逃 张慧东说 中共政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使之地 在国际社会上空前孤立 内外交困 此时的中共高层们重温入党誓词 固守一党之私 决心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得罪到底 不仅无法维持中共暴政 只会加速推动中共政权的解体速度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